接著這條片我們會講巴塞作客阿拉維斯的西甲蔡侯平 不過講之前又和大家講 這個是如何講英超直播節目明晚會有的 就九點鐘開始 大家只要去果然台登記做蘋果會員 可以看回何輝大哥和小弟何榮為大家服務的一條直播節目 大家如果身處外國都可以留意有重播 不用大家睏睏 重播就在第二天即是星期五 會放一條片上同一個網址 大家記得要留意 開始我們就講巴塞的蔡侯平 巴塞作客阿拉維斯的正選陣容當中沒有美斯 美斯先休息一下 有古天爐 所以你就會看到古天爐其實踢得舒服了少少 起碼中間少了個老大哥 古天爐可以多一點入中間 古天爐比較多入中路 最重要是不要貼著邊線 就舒服很多 他打中間就舒服很多 中間除了可以適合他玩的短傳之外 跑的路線也是短一點的嘛 就適合他的速度 適合他的速度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他五分鐘的時候插入禁區那一下 只要由中路開始起步插 跑的路線短一點就夠快 不要讓他做六頁 捱著邊線四十五度 這樣跑 那就OK 你不用他跑那麼遠就OK 適合他的速度 所以古天爐今天長期捱中間是一件好事 不過今天的結構來說 也不是很幫到古天爐 因為這個左後衛的正選球員 就不是佐迪艾巴 而這個是沙治奧 就是羅拔土 所以上半場 左邊其實就沒有什麼速度插入 就幫不了古天爐 但是右邊那裡有單比利有斯美度 也就是說又是犯了季初的那個問題 就是隨便一邊速度 就快過另一邊很多 上半場就是右邊快 左邊慢 跟著我們還見到尖頭仔維達爾有正選的話 我們就會知道右邊太多人了 因為尖頭仔維達爾 就算他向前插幫手進攻 都是右邊的 所以右邊就太過多人 左邊就沒有什麼人 華為迪這些東西就是這樣的 通常他都是這樣 就是他照顧到自己的結構 就照顧不到球員的 就是總而言之 他都是先幫自己想的 就不幫球員想的 就是他想著 總而言之 總數有幾多進攻球員 和有幾多防守球員 就行 總之防守球員 是多過進攻球員 超過4個就行 總而言之 他沉醉於那條 就是7-3 或者8-2 那條數 總之計個答案出來 是大過4 或者4 就OK了 他就收貨了 心安理得 他就不會想著 球員的位置要怎麼擺 總而言之 就是出了事先算 都是這樣的 但是其實 今天 只要把丹比利 轉去打左邊 的話 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即是 古天奴中間做主角 左邊丹比利 右邊 尖頭仔扮進攻點 堆進去 非常之靚的 靈形主攻結構 但是如果丹比利 打右邊的話 有時候都要逼到 古天奴振偏左 那就沒辦法 可以放大到 古天奴的 禁區頂的主角能力 放大不了 所以華為迪這樣搞一搞 就搞到巴塞上半場 其實是破不了密集的 破不了密集的 這個巴塞的上半場 最大威脅的兩者 是來自對方 宋大禮打反擊 即可以打反擊 以及來自對方 高位壓迫失敗 巴塞打個快攻上去 而其餘時間面對密集 都是老鼠拉龜的狀態 另外呢 另外呢 有件事很有趣的 就是這個 今天的21號勝選 新仔球員 這個艾蘭娜 引領攻勢 以及這個 禁區頂交球的次數 還比古天奴多 很有趣的 這個艾蘭娜 越打就越有信心 越打越多責任上身 搞到古天奴有時候 踢踢踢 就變了踢影子前鋒 但是這一個呢 就是艾蘭娜這樣踢 他真的做到事 他中路做到很多連結 失誤很少 做到事 猜到球 引領到攻勢 如果他這樣做到 你又不怪他 明明 你又不怪他 會搶到古天奴的主角位 所以如果你說 今天嚴格來說 主角是艾蘭娜 我又同意 主角不是古天奴 古天奴不是說 參與得很多 在這個主角的情況上面 古天奴今天 類似的影子前鋒 巴塞能夠打中路的人 實在太過多了 無緣無故殺個身子 又做到事 所以古天奴來巴塞打 競爭真的很大 所以如果 一直踢下去的話 艾蘭娜的狀況 比古天奴 反而要拿走古天奴 拿走古天奴 用馬琴打左邊 再配合艾蘭娜 做一個主角 這樣反而 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所以古天奴來踢巴塞 真的很可憐 整天都在想 不出古天奴 拿走古天奴 就有出路了 這樣真的搞到古天奴 踢巴塞 很可憐 不過半場沒有調動 但有件事可以稱讚華為敵 就是這個下半場 他終於自我反省 發現右邊太快 左邊太慢的問題 所以他把施美道 和沙哲羅拔圖 調了位 把左右後衛 調了位 施美道 去到左邊 加速左邊 沙哲羅拔圖 打回他 正確的右後衛 整體來說 好了很多 到53分鐘 沙哲羅拔圖 右腳打右邊 自在很多 習慣很多 他上來終於幫到手 和尖頭仔維達爾 做個撞場之後 再交個好球 進禁區頂 而艾蘭娜 插進去 立即 趕遠處 搞定了 這個就是 今天的主角艾蘭娜 進了球 這下 入攝 加上動作的整套 做法 有功架 日後不妨可以用多些 這個就是艾蘭娜 其實 訓練到這個人出來 即是說都不用買古天奴 另外 要稱讚一下 蘇亞雷斯 這下 故意一漏 這個入球 始終解釋了 一樣就是 一些很細緻的調整 就可以有很大的影響力 這個上半場的確 右邊快 左邊慢 斯美道 和沙哲羅拔圖 調位之後 就經意好很多 上半場的正選陣容 即是說是錯的 正選擺法是錯的 幸好華為迪半場自我否定 所以你也會明白 如果左右後衛不調位的話 你要平衡速度 單比利是要調到左邊 之後就是華為迪幫巴塞減速 拿走這個單比利用美斯 幸好就沒什麼所謂 因為 剛剛拿到12碼 拉開了紀錄 所以前面不夠快都沒所謂 之後老鼠拉龜都沒什麼問題 即是已經贏了 即是已經贏了 那今天的美斯呢 有個鐘頭的時間休息了 都贏到波 當然是好著數 那 但是那樣東西就不太明白 都是唯一有一樣東西不明白的地方 就是今天就擺到明都是輪換 那為什麼都是沒有用得著馬琴的地方 真是可憐 好啊 來到這裡 大家就不用可憐 有事要做了 有什麼要做呢 按廣告 很簡單的東西 不過是很過癮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按了廣告 按了之後 是會彈廣告視窗出來 是不是很神奇呢 是的 很神奇 記得要做多一點 另外要播完廣告片 這樣才正的 播完廣告片 按廣告 這樣才可以令到小弟有一點收入 有個尊嚴去生活下去 以及繼續堅持 每天免費為大家出到片 希望大家不要鬆壓 繼續堅持幫幫小弟感激不盡 另外還要訂閱和按鈴鐺 方便接收新片的通知 這一個就是手機那裡 片的下面會有固定的廣告字眼位置 記得要按下去 彈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電腦了 電腦怎樣做呢 記得要關掉檔廣告程式 以及不要裝這個程式 然後發現電腦片裡面有Banner廣告 片的右邊也有廣告 記得要按下去彈一些廣告 視窗出來 這樣才能幫到手 無論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 片在任何位置插入廣告片 大家看到廣告片 就播完廣告片就可以了 另外還記得廣告片裡面 找廣告連結再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連結會在廣告片中下角 而手機的話 廣告連結會在廣告片中下角 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今天一共做了三條片 第一條就是萬徹斯特的打比大戰 預測 然後做了熱刺 好像打到超級主攻 然後巴塞華為迪的自我否定成為勝負關鍵 多謝各位今天的陪伴 明晚如何講英超也會見 明天也會有萬事私立的打比賽 繼續努力 多謝各位 拜拜